我們的口服抗病毒藥物的儲存量是82萬5000盒 陳時中部長 你極了預算全力於一身 那你為什麼不給確診者用藥 指揮官陳時中又挨罵 明明藥物數量應該夠 怎麼淪為要用沒得用 8400億預算被質疑是丟到水裡嗎 另外還有這一筆 砸下2314萬開發快篩試劑 那為何人民現在還要排隊搶 陳時中強調有花在刀口上 技術移轉給國內五組的產業團隊 由廠商進行後續的開發量產的工作 中央補助2314萬給國務院研發試劑 再計轉授權給五家廠商 其中台灣奈米碳素在110年6月 獲得核准製造 生產這款愛因諾斯快篩 至於另一家頂群科技 不知進度看不到 還涉入違法案件 調查局人員前往工廠搜索 這一盒又一盒的就是快篩試劑配件 裂解液 通通是違法製造 檢調查出頂群在前年6月 跟三餘科技簽約合作 本來應該由頂群代工試劑 再搭配音質的裂解液 然而負責任發現有力可圖 乾脆自行生產裂解液 魚目混珠成組合包 貼上三餘科技的標籤 私自流入全台醫院藥局 不發所得257萬元 這個部分我倒是沒有掌握 我不知道他有翻售假釋劑什麼的 衛福部似乎又沒掌握 則讓立委痛批整個過程漏洞百出 這些補助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不合適 我們會請審計部好好去查證 至於廠商頂群科技 目前還沒有正式回應 但中央和防疫 恐怕已經讓民眾喪失信心 TVBS新聞李國昌張科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